朴信慧新恋情一波三折。 曾是男神收割机却陷入小三风波。 还记得男神收割机朴信慧吗?就在今早,朴信慧被爆出与男星崔泰俊恋爱仪式。 有目击者称,看到俩人在海外约会,回国后还一起去逛了植物园。 但是在俩人恋情还没传出一个小时后,双方经纪公司便出面回应,称,两人本来就是要好的朋友关系,国外约会也只是碰巧遇见。 本以为此消息一出,吃瓜的群众都要散去了,守护女神的行动还可以继续。 可谁能想到,这对被传情侣还真是恋人关系。 被称为韩国卓老师的滴舍曝光俩人,在2017年8月在朴父母运营的饭店见面照片。 此外,俩人的朋友也透露两人常在朴信慧的清坦洞公寓见面,称朴信慧和崔泰俊是被朋友和亲人皆知的恋人。 呃,这被打脸的速度也是没谁了。 随后双方经纪公司又出现了,对于自己刚刚说的话,暂时失忆,证实俩人恋人关系。 其实仔细回想,这对打着朋友旗号的情侣被拍的次数也挺多的。 因为都就读于韩国中央大学,同为中央大学戏剧专业仅相差一届的两人不仅是前后辈关系,也是演艺圈的同事及好友。 崔泰俊与朴信慧五年前曾客串演出电视剧《之王》。 在去年被爆出恋爱消息,当时双方予以否认后,崔泰俊曾在综艺节目《Happy Together》三四报,前女友是比自己年龄大的人气巨星。 苏,大神很开心地宣布,守护二硕的行动继续。 我是崔泰俊分界线。 虽然比起朴信慧,这位韩星在中国知名度并不高,但是人气也是相当好。 1991年出生于首尔的崔泰俊,在2001年音音出演SBS爱情电视剧《钢琴别恋》而正式出道。 她也算标准了。 她也算标准同星一枚了。 随后又在2013年主演SBS亲情剧《丑八怪警报》,被大众所知。 之后又担任KBS脱口秀节目《大国民脱口秀你好的固定主持人》。 。 在2017年,先后主演了MBC悬疑剧《Missing九》与SBS爱情喜剧《奇怪》的搭档,崔泰俊也迎来自己的大火时期。 这期间,她和尹普梅组成《假想夫妻》出演《我们结婚了》真人秀综艺,很多中国观众也是因此而认识她的。 。 说实话,尹普梅和她俩人画风和领域各不相同,在这档综艺刚播出之际,很多网友并不看好这对CP。 直到节目播出,这对有着萌萌身高差的假象情侣,看起来默契十足。 。 各种小互动也是相当甜蜜。 有意其中,因为看到崔泰俊给多年好友李圣经送了姻缘咖啡。 尹普梅环有些吃醋,自己相当介意这位朋友。 随后在俩人下车后,还有不少人呼吁俩人再度结成夫妇。 。 这期间,还有一位艺人和崔泰俊被传飞文。 起初粉饰和李迷稿传飞文的雪炫,在李迷稿和秀制恋情曝光后。 金雪炫变道,不知道为什么李迷稿不像拍戏的时候那么亲近了,变得陌生了。 。 后来再和Ziko在一起又分手。 。 金雪炫又给Ziko的多年好友崔泰俊Benz上留言。 。 大致就是崔泰俊在发了他的猫的图片后,感慨自己的小猫太可爱之类的话,却没想到金雪炫会忽然评论,你觉得他可爱还是我可爱。 一时之间,不少人以为这俩人好上了。 可见后来崔泰俊没有回复雪炫,他又默默把评论删除,随后崔泰俊也把那个银子删了,不少人还为此吐曹金雪炫戏经上身。 。 我是朴信慧分界线。 比起男友崔泰俊的单纯情史,朴信慧大代可以说是拍一部戏就多一个男友的代表了。 。 1990年出生于韩国一个音乐世家的朴信慧,在父母都曾是歌手,哥哥朴信源是韩国乐队Acoustic Guitar的主唱和吉他手的家庭环境下,他本来也打算以歌手身份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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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却没想到遇到了恩师兼飞温男友李承煥,一会细说 自11岁那年拍摄李承煥的第一部MV爱妈后,没过多久又拍摄了李承煥的另一部MV花,正式出道 随后朴信慧便开始了演艺生涯,从天国的阶梯开始,一跃成为国民妹妹 感觉棒子国的国民妹妹都快数不清了 在2006年参演首部电影《传说的故乡》 不知道你们看过这个恐怖片没?其中那个芝麻女片段真是吓坏大神了 在2009年以一部原来是美男回归迎平,国民妹妹成为了国民女主 后又凭借七号房的礼物获得韩国电影家协会最佳女配学,在之后的几部作品都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偷偷偷告诉大神,你们有没有追过继承者们? 可以说,朴信慧一路以来都是在观众见证下长大的,她的颜值也是公认的纯天然 天国的阶梯里的小镜书,朴信慧就带着婴儿肥的feel 让朴信慧一页成名的原来是美男,假小子扮想的她,看起来也是肉嘟嘟的 对比以往韩剧中的女主或者女儿,朴信慧应该算长相普通的了,不过她的作品和做搭档都是男神级别 从你为我着迷,林家花美男中的搭档的阵容和载道继承者们的李明搞金于彬等人,朴信慧显然引起了无数人的羡慕以及吐槽 虽说肉嘟嘟的样子很可爱,可是在看到继承者们比男主腿还要粗一倍的朴信慧 以及路透照中比郑秀晧还要胖一圈的朴信慧,再可爱也无法让人谢福 紧接着又一部新剧与李忠硕等人搭档,朴信慧的身材就被群潮了 不少粉丝表示为什么顶着圆脸粗腿的朴信慧能和那么多男神恋爱 谁让人家演技好,再说人家虽然胖,也不丑呀 或许是听到众人的批评,万年婴儿肥的朴信慧便悄悄减肥了 在拍Doctors之前的一年中他不仅每天跳舞,还吃得十分清淡 所以才会有了Doctors中受到让人不敢相信的好身材 只是韩国网友变得太快,在朴信慧告别土原肥逆袭成女神后 他又被人dis太老,太瘦,不如以前可爱了 他的恋情绯闻也被网友扒出有涉嫌炒作嫌疑 不管是一度传出绯闻的张根硕,还是李弥搞,他的绯闻难有一个接一个 这集中最被看好的还是因为匹诺曹而相识的李仲硕 在该剧拍摄结束后,有媒体曝光了两人在过去三个月里多次到韩国国内外一起出游的照片 同时两人国内频繁约会,大部分约会皆是由李仲硕开车接送朴信慧的照片也流出 这期间调信慧又被扒皮了,不,应该说是往事被重提 小宝贝们眼熟这个人不 李成焕,在韩国流行歌坛征战多年的情歌王子 感觉和扫萨19岁中的戴眼镜的金仔人很像 在2003年,24岁的蔡林嫁给了已经36岁的李成焕 据说当年蔡林可是李成焕的铁杆粉丝 俩人当年的婚礼也是相当盛大了 抛开主持人深东弦外,车泰炫,金善雅,严真花,甘雨成,宋慧桥等人都盛装出席了 可是谁能想到俩人没过多久就离婚了 抛开俩人观念性格不合的原因,韩国男子大多都是强势主义 还有小三传闻,而这位被传的小三就是李成焕挖掘出的同性朴信慧 在当时因为李成焕与朴信慧有工作上的合作,一切看似正常,但慢慢的两人竟然爆出绯闻 在2005年,李成焕举行公演,他还特别给朴信慧留了座位,甚至公开向朴信慧表白 随后不到一年时间,蔡林便与李成焕离婚,并在离婚声明中意 有所指,我不觉得夫妻分开是一种罪过,但是如果有一方有出轨情威那就一定有罪 虽然此事真假未知,朴信慧在韩国网民心中的评价也是实好实坏 不过抛开私生活外,单说演员朴信慧,不管是作品还是演技,她一直都在进步,这大概就已经让很多人无话可说的 大神相信很多人喜欢她也是因为她真的很像现实中的普通女孩,没有太好的身材和容貌,却靠着努力走到最后,成为男神收割机 这样的故事显然相当接地气和励志啊 最后大神希望小宝贝们都可以睡到自己的男神哦 又怎样